狐狸猫今年的生日礼物收到一个小盆栽 它每天细心地浇水 并且把盆栽放在晒得到太阳的窗边 看着盆栽一天一天长大 狐狸猫觉得好有成就感 但是它很好奇 先前的课程学习到 水是不会产生能量的养分 那为什么只要每天固定浇水 并且给予充足的阳光 植物就能长得又高又大呢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光合作用 植物除了从土壤中吸收水分与矿物质以外 绿色植物还可以利用阳光的能量 行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会合成葡萄糖 提供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 这些葡萄糖还可以进一步转变成淀粉 蛋白质 脂质 储存在植物体中 在细胞构造的单元中 我们曾经学习过 光合作用会在叶绿体中进行 但并不是所有的植物细胞都具有叶绿体 可以行光合作用 请你想想看 植物的哪个器官 具有丰富的叶绿体 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呢 A 根 B 叶 C 花 正确答案是B 是的 叶子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 接着就让我们一起跟着狐狸猫 深入认识植物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 叶子 狐狸猫看着盆栽中的叶片 它觉得叶子表面摸起来滑滑的 刚才浇水的时候 不小心撒到叶片上 因此叶片上有几个小水珠 轻轻一抖 水珠纷纷掉落 看来叶片表面是具有防水功能的呢 狐狸猫对手中薄薄的叶片 产生了更大的好奇 它拿来显微镜 准备好好了解叶子的构造 狐狸猫在显微镜下 看到叶片具有透明的上下表皮 这些紧密排列的表皮细胞啊 可以让植物体免于外界病菌的感染 表皮细胞外 通常有角质层覆盖 可以防止水分散失 狐狸猫接着发现 表皮细胞间有一些半月形的细胞 细胞内有绿色颗粒 这些就是保卫细胞 保卫细胞呈现半月形 并且两两成对 中间的缝隙就是气孔 气孔是气体进出 以及水分增散的通道 而保卫细胞内的绿色颗粒 就是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绿体 除了保卫细胞外 在上下表皮之间 也有许多含有绿色颗粒的细胞 称为叶肉细胞 是主要行光合作用的部分 接下来请你想一想 在这些细胞当中 哪些具有叶绿体 可以行光合作用呢 下列植物细胞中哪些具有叶绿体 所组成就像管子一样 遍布在植物体内负责运送水分和养分 这套具有运输功能的组织 又称为维管束 植物就是靠着维管束 将根部吸收的水分与矿物质 运输到整株植物体 同时维管束也会将光合作用 制造的葡萄糖 运送到其他需要养分的部位 到了课程的尾声 请你依照刚刚学习到的知识 判断下列何者正确 A 表皮细胞含有叶绿体 可以行光合作用 B 水分可以经由气孔进入植物体中 C 保卫细胞负责控制气孔的开闭 D 表皮细胞可以防止水分散失 正确答案为C 帮你做个小整理吧 1. 绿色植物能行光合作用获得养分 2. 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是叶子 3. 叶的构造与功能 角质层防止水分散失 上下表皮可以保护植物体 保卫细胞控制气孔的开关 气孔 让气体进出以及水分增散 叶脉 运送水分和养分 叶肉 含有叶绿体 可以行光合作用 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 让你想一想哦 到了秋天的时候啊 许多植物的叶片会变色 像是枫树的叶片会变成红色 这个时候 它还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吗 如果不行的话 那植物的养分要从何而来呢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留言在下方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